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朝妹妹 近来看着又销售了不少 别提了 在我们宋代亚 女子已瘦为美 我还是羡慕姐姐从唐朝来 可以吱吱呵呵 你这衣服看着也挺雅致的 在宋朝 女子的服饰色彩以干净素雅为主 看我今天的服饰呢 主要是大面积的孔雀蓝 下裙为秋香绿 看我今天的这套衣服 也是当下最实心的呢 有内被子 以及外被子 还有抹胸 以及百折裙 要不改天我也给姐姐做一套 好呀 那可太好了 那明朝妹妹怎么还没来 明朝妹妹 二位姐姐久等 妹妹来晚了 没事 没事 不急 来 先喝杯茶 多谢姐姐 你这衣服的领子看着挺别致的 在我们唐朝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衣领 说来惭愧 妹妹有些怕冷 这样的衣领既能保暖 而且我们还能在领子上放些装饰 像这样的扣子名为子母扣 是我们明朝特有的 很受我们女子的欢迎 可这衣裳虽美 却苦于我们当地民风有些保守 穿着也着实居宿 也着实羡慕唐朝的姐姐 可以随心穿着自己喜欢的衣裳 这是因为我们唐朝经济繁荣 与外国的交流往来频繁 外国文化呢 也对唐朝女子的服饰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主要的特点呢 是宽松舒适 垂坠自然 而且也特别注重色彩 图案的搭配 你们看我这首饰 还有我这头饰 其实也是我们唐朝女子服饰的 重要组成部分 涵盖了各种各样贵重的金银珠宝 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 其实呀 无论是什么朝代的服饰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都应该将它继续地发扬传承下去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